孩子其實就是在說 就是其實有一種不想長大心情 然後 但是現實生活當中是不可能不會長大的 對 所以只能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偶爾耍耍任性 然後像音樂創作也是一種 我覺得是我自己孩子氣行為的表現 對因為就是單純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可能很多人覺得 說就是出社會就是要做一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有穩定的薪水 然後就這樣做一輩子這樣 可是因為我很不想要這樣 所以我想說預期這樣 因為可能就是追求夢想的路途上 會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但我覺得只要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都很值得這樣子 對然後我今天 進行了一個台南趴趴走的行程 對啊就是很難得來到台南 就想要趁這個機會 趕快欣賞一下台南美麗的風光 台南真的是一個好好的地方 對啊 現場是有台南在地人嗎 是在地人的麻煩舉一下手 欸沒有 所以大家都是外地人來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所以台南就是 欸 有人舉手了 好我看到了 就是 常常會有就是很多人就是 你知道怎麼講 身在福中不知福嗎 就是你自己住的地方 或是你可能居住的環境 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可是你會覺得很想要出去打聽 然後出去之後可能還會發現說 哦原來我原來居住的前世是多麼的美好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雖然我不是台南人 但是因為來幾次台南 我就覺得這裡都是一個非常適合 居住的地方 希望有一天就是可以來自己 可以來這裡long stay 一下這樣 哈哈 而且很巧的是 就是剛好這個禮拜 沒有下雨 對天氣還算蠻好的 然後 對 然後 對 不知道要講 接下來一首歌叫做不溫柔 然後不溫柔 其實我剛 原本想要接的梗 是說前兩個禮拜都一直在下雨 然後那個 老天爺真的是很不溫柔 好亂的梗 後來想想 對啊 但我還是講 算了 好 不溫柔 不溫柔